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局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五 俗称的13号星期五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讲一件坏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以大盘的结构来看 今天是空方占优 加权指数中场下跌43点 如果你看一下上柜涨跌加速比上市上柜都一样 都是跌加速多过于涨加速 其实本来星期五 大家市场上面就会俗称周五做空日 礼拜一到礼拜四 大家很开心有赚钱 大盘如果是偏多方的 通常礼拜五都会有一个小压回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以为说 所以老师今天不宜出手吗 正好相反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这一段期间 不要说会员的 直接公开给你的这些个股 账上获利的绩效 我们都写在旁边 我们先来看第一档 来 二四五四的联发科 虽然今天大盘表现得不怎么好 但是恭喜今天这一档个股 再上涨3.31% 再上涨27块钱 所以帮我们统计一下绩效 好来 怎么样统计 首先第一个 这一档个股二四五四的联发科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去看我9月27号 在我们的叙事东升特别节目 里面我们讲到 那这张截图是以技术分析的角度 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修正拉回 来到强弱县 哦不错 出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一个好买点 在节目上我们都直接公开了 这也不是什么小股票 也不用遮遮掩掩 中秋廉价之前我跟你讲 大家急着卖股票 然后不小心卖到联发科 你丢 我们就减 直到上个礼拜 我们是这一段 我们是怎么样延续分析 联发科这一档个股的 刚好我们准备了一支VCR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导播请 2454的联发科 因为接下来大家准备要去放 双十节廉价 记得上个礼拜 中秋廉价的时候 时间点是9月27号 那我们拍的特别节目 每一次我讲 我说我们拍特别节目 一定是因为有特别原因 上个礼拜五 大家很想卖股票 说三天的廉价 股票卖一卖 这不是比较开心过中秋吗 甚至现在大部分的分析师 应该都跑去放空了 对不对 那我们讲 来2454的联发科 你有兴趣 自己去看完整的节目 当时我们的标题是说 我说这一档个股 可以让你安心度过中秋变盘 那中秋变盘 也基本上是一个都市传说了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相反的2454的联发科 9月26号的时候 修正拉回 来到我们的强弱线 那我讲了 很多人都在说什么 哇这个地方投信 祭底要结账 我们辟谣 2454的联发科 投信连续 16天买超 根本没有结账的问题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 刚刚看完VCR 应该很清楚 不管是以技术面 甚至是筹码面 我们都先跟你完整的交代 为什么在中秋廉价之前 9月底的时候 我们跟你讲2454的联发科 我们准备进行一个波段的操作 9月26号讲 9月27号买 是不是买在一个漂亮的点位 说实在话 如果你太早买 你可能说 老师 我也有注意联发科 如果你是买在 5月6月7月的话 那我认为很有可能 你就被扫出去了 我们买在这个点位 我认为不偏不倚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 合格的分析师 你买 第一个了 多方趋势要确认 第二个 你买进 不用等 直接开始向上喷 今天来 刚刚的VCR 我们一路分析 过完中秋廉价 告诉你可以续报 双十廉价 告诉你可以续报 一路报到今天 所以来 纸笔先拿出来 跟着我们一起同步算计效 9月27号 730块钱 相信你如果是看节目 应该也会买在相同的价位 到今天10月13号 前面一开始 梓东老师讲 今天的盘式好像不好操作 为什么 今天空方盘 对不对 但是空方盘 只要你掌握好产业 掌握好操作的节奏 目前为止 如果你现在也可以顺便 帮你自己算一下绩效 目前为止 一张获利 112元 手续费也算给你 也折给你了 今天10月13号 这档个股 收在842 是不是一张 来842减730 你是不是一张赚112块钱 一张这样子赚 那如果你的资金当然比较足够 买个5张 10张 联发科绝对够你买 来 自己帮自己乘以10 没有问题 一张赚11万2 你能够买到10张 恭喜你 100万 就这样子 2454的联发科 但是第一个 技术面搞定了 筹码面搞定了 这段期间 我们其实比较花多点时间 再跟你研究它的产业面 以及题材面 今天我们的标题 顺便会跟投资人讲一下 因为下一个礼拜 红海的科技日 那MIH大联盟里面 联发科本来就是其中重要的指标股 这个地方 说真的 我自己本人 也没有怎么样 我也没有郭台铭的专线 我也没有黄仁勋的专线 所以到底黄仁勋会不会来 其实说真的 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今天我认为黄仁勋如果不来 本来下周的MIH大联盟 科技日本来就是一个利多 只是黄仁勋来了 可能会变成从中利多 变成超级大利多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你要去关注一下 下周 那当然了 这一款 Module B这个部分 其实我认为它也不是新车 去年就已经发表过了 只是今年会做一个设计上的改良 即将再出发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基本上应该算是10月 最大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地方投资人要留意 所以回推过来 来第一个产业 MIH大联盟 做自驾车的 所以我们写在测标 联发科做什么的 他所属的产业 就在这两块 第一个车用 第二个高传输 这件事情清清楚楚 那甚至两件事情 第一个如果我们以高传输的产业做切入 10月底联发科要发表天机9300 是为了把谁打下去 是为了把高通打下去 高通也是要10月底 也是要发表它们的小龙系统 结果一比较联发科的天机9300 完全打趴它 所以这段期间来 再加上基本面 再加上题材面 今天2454的联发科 你能够续报 我认为你报得安不安心 其实是很安心的 甚至前一段期间的利空 你看完我们的节目 我是不是也跟你讲 其实那叫利多 Google放弃跟博通合作 外资说看好联发科 不是说已经合作了 因为后面联发科 后面跳出来曾经说 没有哦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跟Google合作 但是外资其实不是讲说 已经合作了 他们是讲看遍全世界 如果后面Google真的放弃博通的话 全世界有谁有能力接单 只有联发科嘛 如果要发展张量处理器 要往高传输的这个领域去做个切入 全世界除了联发科 还有谁可以吃下 原本博通能够吃下的单子 没有了嘛 所以当初外资去估联发科的价 它是这样子估的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说 可是老师 联发科有一个小问题哦 老师我看它的基本面 这个地方 老师好像不怎么OK嘛 对不对 你说这个地方 第二季毛利率也是衰退的 你说这个地方联发科真的好吗 那其实讲回来啦 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联发科 这几个月的营收 其实YOY都是衰退的 那有些人说 这种操作模式叫做妖魔鬼怪操作法 因为找股票 不是要找三绿三升的股票吗 它的营收YOY是这样的 那这样子操作是不是斜魔歪道 来首先啦我们直接明讲 如果我相信老手 应该会认同我们这个理念 如果你今天从财报 看见一档股票三绿三升 当然不是说它是一档很差的股票 而是你总不会觉得说 哇今天我是第一个发现联发科 营收增加的人 这么巧全市场都没人发现 就我一个人发现 而且还是联发科 有这么自大吗 当然不是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看联发科的营收 没有错呈现衰退 但是所谓的三绿三升 是你从产业面去做切入 当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预先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然后后面等到下一季财报出来的时候 正是三绿三升 你顺势做一个了结 所以我们今天讲得很明白 当你从财报看见三绿三升的时候 股价基本上差不多就已经要做头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顺便解读一下 有些人认为说老师联发科 我看到财报好像也没什么 为什么你要分析它 原因在这个地方 这一档股票我们先分析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跟你讲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所处的产业 来 这段期间我们一直跟投资人讲 市场上面有些人会跟你讲 AI族群已经不行了 那是因为它没有做功课 如果你是我的长期粉丝 应该从去年的节目看到现在 我们是全市场最早跟你分析伺服器产业的 我们从2020年的第三季就开始跟你分析 当时我们跟你分享哪一档 我们跟你分享的是8996的高力 因为以一冷室散热而言 8996的高力 原本是做热水器热交换器的 往一冷室散热做一个切入 这是它的转机 也是比较早提出一冷室散热的其中一家公司 8996的高力 但是这段期间我是不是差不多讲了一季了 你这张图应该也看很久了 我说大家都会以为说 伺服器只有广达 只有伪创 那是因为它没有对这个产业做深入研究 看见黄仁勋供应链 它就只知道这几档 但是我们讲如果今天你要操作AI 建议花一点功夫 下一点苦工跟我们一样 至少你可以把它切成三块 上游的 譬如说饥渴一冷室散热 四大资料中心都叫上游 中游叫做边缘节点 来导播这个地方 麻烦稍微放大一下 再让投资人复习一下 边缘节点就是你如何把 北美的四大资料中心 资料数据库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中间需要的叫做边缘运算 2454的联发科 如果以产业的位阶来看 高传输它就是做这一块 所以来这个地方我们顺便讲一下 应该有一些分析师 你看他们的节目跟你讲 你看昨天的高利涨停版 对不对 你看他跟你讲说 低档布局它好厉害 对不对 今天你就会发现 他又开始跟你讲 他没有了 昨天涨停 今天跌停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资金 不在AI的上游 在AI的中游 在联发科 在相关的族群 所以这个地方 投资人如果你现在 布局的产业是错误的 AI没有结束 只是别人不懂 看到广达伪创高利死掉了 我就以为AI结束 它没有结束 是跑到边缘节点的 这一个次产业里面来 第一档2454的联发科 跟你做一个验证 我们也讲得清清楚楚 第二件事情 联发科我认为 一个月过后 11月中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它还有一个利多 就是有汇差可以赚 因为这段期间 投资人其实会偏空思考 还有一个原因 老师 这几个月新台币扁 美元强 不代表外资 不是代表外资 有做一个汇出的动作吗 没有错 这个部分的解读是正确的 但是呢 来 兵来将党 如果你是正规君 有没有一些独门的操作法 相信你应该也很清楚 这段期间 很多人都在跟你谈 汇率变动下的一些 防守型好股票 我们讲的保守叫做防守型 来 当初我们讲 我说美元升值 有没有受汇股 纺织汽车零组件 日元贬值 这段期间有些人说 哇 新台币贬 不好意思 安慰你一下 这段期间 其实日元贬得更凶 贬了两%多 他们才最头痛 所以日元贬值 我们有没有受惠的股 今天一档一档的来跟你做验证 眼睛不要眨 来 一档一档开始来咯 首先我们一开始是跟你讲 既然前菜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公开 还是维护一下会员的权益 先公开美元升值受汇股 1477的巨洋 然后日元贬值的受汇股 2743的三负 今天我们再公开一档 来 直接公开这件事情 顺便也讲一下 因为今天大盘为什么会跌 昨天美国公布CPI 数字不漂亮嘛 预测3.6 实际出来3.7 怎么跟上个月的数字一模一样 首先我们先来公开 我们再公开一档 来 九月底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先提醒一下 我们刚刚公开的是 1477的巨洋 还有2743的三负 今天再公开一档 2201的玉龙汽车品牌厂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开始想到它 但是提醒一下 第一个 三负我建议你是短线操作 因为以结构来看 其实它不是什么长线的好股票 进行一些价差交易 所以今天先来看 来 2743的三负 有没有让你赚到价差 有 但是自己要懂得跑 如果你是自己单打独斗 虽然这个世代单打独斗 我不是那么建议 你必须要有一些好工具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一种工具 来 2743的三负 极短线操作 这是第一件事情 稍微提醒投资朋友一下 第二件事情 那这档股票 来 1477的巨洋 可以长报 因为1477的巨洋 到了第三季 你会有汇差可以赚 来 1477的巨洋 老师今天也没涨多少 0.84% 来 如果你去看中长线的K线 你会发现这段期间 不管是市场上面国际消息 有什么地缘风险 政治性的利空 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利空 你都会发现 根本不能影响这一档股票 所以我们说实在话 如果你真的有操作这一档 你手上有这一档 也不用加入会员 没关系 你就长报 当然了 真正大获利的部分 应该是在汽车相关概念股 今天公开了这一档 来 今天这一档 下个礼拜 才是鸿海的科技日 鸿海的车系 就是御荣的车系 来 今天有没有先做一个 偷跑的动作 有嘛 很明显的看见 所以今天来 一开始我们先跟投资人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一开头我们讲的 今天虽然是13号星期五 没有错 空方盘 但是只要你懂得去抓回一档个股的买点 研究好产业 我们事先跟你预告的这些个股 今天全部都是上涨的 好 来 这份表 我们也没有尝试 社群平台的投资朋友 应该全部通通都有收到 好 没有错 没有换过任何一档股票 当然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也提醒一件事情 待会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扫描加入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粉丝 来 这个地方 不管是你自己手上的个股 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手上 刚好就持有我们这些股票 想要询问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特别的操作技巧 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一档一档的仔细 跟你做一个分析 你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或者是用搜寻的方式都可以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我们先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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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提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提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下半段 来 我们继续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自己看好的族群 车用相关族群 首先在我们跟你分享 五四三九高际之前 我们先请投资人看一段VCR 来 导播 请 这一档就直接送给你 市场上面都没有再关注的一档个股 五四三九的高际 那这一档个股基本上前段期间 也经历了全波段的修正 所以你说股市有风险 有一些政治因素 战争因素造成盘势下跌 如果你倒过来想 如果你现在是空手的 或者是你持股的比例过低 那这个时候你反而要乐观 那就是一个机会点 你之前没有机会点 反而是个股涨太凶 如果有一些个股进行 全波段性的修正 它的基本面又还不错 五四三九的高际 修正 拉回 来到一个相对好的点位 好 这是10月11号 两天之前的VCR 今天我们持续跟你做一个 直球对决的动作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五四三九的高际 10月11号跟你做一个分享 前面涨太高了 我反而认为这不是你的机会点 因为不要去追高 有利空 很好啊 空手的投资朋友 终于找到一个好买点 这张图从来就没有变过 跟你持续做一个验证 10月11号讲 10月12号这档个股表现得还不错 来 上涨7.51% 因为它是车用网通版 加7.5% 今天再帮我们加一下 账上获利也写在旁边了 来 今天10月13号 今天再涨4.3% 今天13号星期五 大盘表现不好 但是只要你会选股 结果其实应该是让你满意的 今天再帮我们加4.3% 两天的涨幅算一下 刚好写在测标 纸笔又拿出来了 你是不是账上获利12% 这两个交易日吗 你说股市行情有非常的好吗 昨天是还不错 今天一个小压回 你可能认为以大盘来讲 就区间嘛 但是如果你懂得操作个股 也懂得知道买卖点 其实也还不错 来 高际 今天讲到高际 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因为昨天的CPI表现不好 结果你有没有发现 昨天的CPI跟上个月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原本也是预测3.6% 出来的数字是3.7% 一模一样 连误差都一样 数字也一样 当时我们讲了 你看完CPI 你会发现 好像不是利多 但是我们建议你 再多花一点心思 去做一下功课 把CPI拆成细项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段让通膨 又开始往上加温的 在两个族群 第一个叫做新车族群 第二个叫做运输族群 跟原油有关系 另外一个 表示现在市场上面 大家想要买新车 所以新车的CPI 基本上这一个细项 是上扬的 回过头来 你看到利空 别人看到利空 你知不知道 回过头来 其实对有一些个股来讲 其实是利多 高际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今天节目时间不太够 两个大族群帮你讲完了 还有一个光通讯 来光通讯 之前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 就会在这个里面 做一个轮动 来4908的前顶 今天有没有持续表现良好 它是整个产业的最上游 连最上游都还没有结束 试问你觉得这个族群结束了吗 我相信聪明的投资人 看完今天的节目 应该也可以做出一个答案 第四季 这也是我们重点操作的族群 叫做高传输 因为讲光通讯 就是为了达到光传输 所以相关的族群 包含车用 这个地方都请投资人第四季 好好留意 当然如果你觉得单打独斗太累了 很简单 看看我们的操作方法 是不是适合你 如果适合你的话 你可以顺便拨电话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要一下这个短期的优惠方案 这是你的权益 我们带你 带到明年的第一季结束 让你达到财富翻倍的结果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教练正跟达者比赢号 宝贝上班累吗 好累 给你笑笑 谢谢 晚上来做运动 汤哦 快去拿蛮牛 快去拿蛮牛 保力达蛮牛 精力充沛 等你哦 保力达蛮牛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